仅好仅好鼓励消费的异端思想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 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 他甚至倡导奢侈 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警戒 在管子艺书中就有一篇奇文 齿米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 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 然而管仲却提出谏责商事的观点 在他看来 大家都不消费 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 从而妨碍生产盈利的活动 故约商事 二十四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 他的答案是 多多消费 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 二十五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 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 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 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顾左右而言他 要么百般替管仲生变 直到近世 历史学家郭默若 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 郭氏认为 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 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 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政绩的 为了能够全面就业 他主张大量消费 甚至主张厚葬 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 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 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 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 他就说的很少 几乎可以说没有 26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 单杀智学不塞 则伤股不除 富者迷之 贫者为之 就是说 只要不人为的堵塞利源 伤股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 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 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 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 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 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家雕会 在烧柴之前要先家雕刻 雕卵然后月支 雕老然后窜支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 孔子说 他的奢侈堪比国君 齐齿逼上 实际说他负你于公事 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 齐桓公把齐国士租的十分之三次归于管仲 当然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管仲对齿米的推崇 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 在《管子成马术》中 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 他说 每当年岁凶欠的时候 人民没有本业可做 国家就应该进行公事台卸的修建 以促进人民就业 尤其要雇佣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品者 这时候修筑公事 不是为了享乐 而是为了促进就业 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 来刺激经济复苏 促进就业的做法 西方人在2000多年后才学习到手 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 当时的美国 德国等无意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 才走出低谷 可是在2000多年前 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 确实是让人惊叹的 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连生的考据 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 除了管仲 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 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二十七 又是一班最继续的考据